HELLO 又来到我推剧时间 最近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其实身边请我推荐他们好看的剧的朋友越来越多啦 现在真的是在家上班以及看剧是最安全也最实际的了 那这一季老实说呢我总量比之前看的还要少 但是质量却是节节上升啊 那这一次除了我特别推荐的两部剧之外呢 还有其他五颗星的剧呢也非常推荐大家观看 马上继续刻下去吧 首先是两颗星的Times 这一部老实说呢后段真的是不知道想要干嘛的一部剧 可能因为不同时空连接这种主题已经有很棒的作品在前面 所以想做出一些不同以往的设定 说不知有点规划不良 导致男主角的魅力被消磨之外呢 但女主角的演技似乎也还要再努力啦 整体来说这部剧没有特别出色的部分 薛希弗斯的神话两颗星 这部因为是电视台十周年企划 所以卡丝跟制作费都造成不小的话题 但雷声虽然大刀爆 雨声却随着不搭嘎的爱情戏而默默的消逝啊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男主角 那本来想忍着看完的 那还是不想虐待自己 也不想要硬是看着演员被不知所云的剧本拖累 就高成本的剧来看呢 剪辑和特效还有音乐都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 Mouth两颗星 虽然我听到有些人觉得这部是神剧 但我个人认为编剧想讲的东西太多了 虽然有个主轴在 但是越讲越失焦 必须承认前半段真的非常精彩 但后面为了讲清楚所有案件的脉络 我觉得自己像在看男主角的纪录片一样 而不是在看剧情片 而且这部实在是停播了太多次 特辑也多得太夸张了 我自己看到后来要么看完头很痛 要么就是完全睡着 精简二药 而且留给观众一些想象空间的话 绝对会比素材过多 还有过度解释剧情来得切中人心 黑洞2.5颗星 这部也是非常多人不知道剧情在干嘛的一部剧 但我觉得就是很简单啊 透过人类的变异来传达 人性以及爱的力量 不过整体剧情并不紧凑 会觉得怎么过了好几集 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呢 只能说男女主角的戏份都还蛮帅的 喜欢末日剧情的话还是可以稍微看一下哦 这部只有12集 月生之江3.5颗星 历经韩星霸凌丑闻的影响呢 多亏半路加入的新男主以及主演们的支持 这部剧呢算是平稳的结束了 真的是想跟所有工作人说 真是辛苦啦 这部呢算是稳稳的古装剧 故事还蛮不错的 不会有特别的爆点 但整体而言是水准之上 喜欢正经古装戏的人可以看看哦 半发不动产3.5颗星 我自己呢因为是非常喜欢看鬼怪以及惊悚片的 所以在这部播之前呢 我的期望也是非常的高 但我不止没有被吓到 剧情也好猜到我常常看都疯苦呢 整体来说呢就是中规中矩 但故事的叙述算是还蛮完整的 女主角张娜娜在这里的部老童颜以及帅气打戏 试个看点哦 模范季全车四颗星 原本前半段呢除了音乐有时候稍微可惜了一点以外 我是给这部非常高分的 好久没有这种爽度爆表的豪卖剧情啊 看的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热血 尤其男主角的车技还有打戏呢 配上紧凑的剧情 以二制二真的让观众好好抒发的情绪 但后段换了编剧之后呢 整个爽度和氛围都不太一样啦 而且叙事的方式也变得有点不太对劲 可惜了可惜 剪法男女一二季四颗星 一输法两季飙丸的我呢 明显看到女主角的角色从一到二的成长 而因为里面有很多大咖或是演技派 所以看的时候呢情绪真的会非常到位 每一个行案和法学解剖的连结也都很精细 按键和角色的设计也都非常值得一看哦 我是一物整理师4.5颗星 这一部的风格是非常疗愈人心的 主角们呢是Move to Heaven 一物整理公司的成员们 除了主线之外呢 也有非常多不同往生者故事的单言剧 每个人都有需要克服的难题 每个人都有需要抚平的伤口 一起来跟着她们的视角体验每一个不同的故事吧 机智劳房生活5颗星 专门在讲劳房生活的话 真的是还算蛮新颖的题材 我自己是很喜欢导演啊 和阴导对每一个角色的个性 还有事件的处理方式非常细腻 剧情呢也属于爽快的类型 搞笑之中又带有很多人生的故事 看着主要角色们的成长跟体悟 你也会想多了解她们的故事 炉蝶翩翩五颗星 很少看温情戏的我呢 因为这部主题是我的专攻巴勒 而且主角呢是最近大热的宋姜 以及可爱的爷爷 所以集集卷十收看的我呢 真的是非常庆幸 还好有跟播这部啊 剧情线呢其实很简单 主轴地基打得非常之稳固啊 尽管加入了老梗的戏码 但是依旧让人看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画面和音乐也搭配得唯美 而且和剧情互相呼应 要不是这一期的好剧太多的话 我也会推爆这一部啊 怪物五颗星 怪物呢真的算是这一季的大黑马 不只播映的时候收视率在韩国节节上升 今年的百想艺术大赏呢 也获得很多入围以及得奖的肯定 男主角两位一老一校的互标演技呢 真的让人看得太过瘾了 主要配奖们也透过细腻的演技 配合引人入深的剧情 一步步让观众掉进这个悬疑的坑啊 这一回的主推呢有两步 其实我苦恼了非常久 那最后呢我还是决定把早已被推爆的文森佐 继续推向于公 文森佐的一大优点就是人物虽多 但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都描绘得非常鲜明 所以你不会被他们逗笑完之后呢 就忘记他们的名字 反而会很想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而且人人随着剧情推进 在个性或是行为上都有进步以及成长 是很可爱又吸引人的一群演员啊 再来是运镜剪辑的水卷非常高 为了营造黑色正义的感觉呢 每次男主角的运镜都需要做非常多的气氛处理 再搭配配乐 会让人生信不疑 宋忠基就是那个黑手党的崇高顾问 不得不说呢制作团队真的搭配得 激进天衣无缝的完美啊 赞叹再赞叹每个镜头的细腻 最后呢宋忠基在这部演绎的文森佐 真的是再次成为她的人生角色 而且你也感受到她在意大利文 以及打戏方面的用心 既要优雅呢又要呈现让人爽度爆表的惩恶戏嘛 她的用心呢会让你觉得她绝对就是这个角色的不二人选 毫无冷场的文森佐呢 我认为是男女皆宜的一部好剧 虽然其中呢爱情戏如果拿掉会更完美 但我认为还是不失为一部满分的好剧哦 人们以为呢会是沉闷的法学剧 但没想到呢透过一个学院谋杀案的连结 就将角色和剧情串成一部完美的听企 第一点呢主演们的演技和台词非常流畅 老实说跟专业职业相关的剧呢都要非常地注重细节 尽管这部里面到处充满听起来很尖色的发条 但透过主演们的演绎呢不管是教授啊还是学生 都让一切好像在生活中真实上演 看完每一集都会觉得啊受益良多啊 第二点剪辑风格丰富多变 随着剧情越来越精彩 剪辑手法呢也跟着情绪越来越吸引眼球 你会知道主演持续推进真相渐渐浮出 但你永远不知道主演们下一部到底会怎么做 最后呢剧本缜密极极精彩 前段看起来每个人都有谋杀被害者的嫌疑 但后段持续聚焦之后你会发现 所有事件呢都绕着一个真相在打转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让人极极有惊喜的剧本啦 看完每一集你都不会觉得郁闷 你只会想赶快知道所有的真相 但也沉重在每一集的最新发展啊 这部呢有些人乍看会觉得剧本好像很艰深 但其实你撇开那些法条跟细项来看的话 这绝对是一部十分满分十一分的好剧 再来呢是还在昂党的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对他们的现况分数吧 打包袱呢目前都是五分哦 还有四分的麦 三分的我的室友是九尾狐 两分的所以我和黑粉结婚了 一分的蒙天灭亡来到我家门 不过呢都是一些还在播的剧 所以就让我们继续观察他们下去吧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韩剧推荐啦 这一波呢有非常多五颗新的好剧哦 防御期间就在家乖乖地摆住去看完吧 如果你有其他推荐或是对内容有什么疑问的话 都欢迎留言给我哦 也别忘记要关注我们的IG讯息 那么就推一句下次见 Bye